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是长期定居 一个是来回游走 近日 很多香港艺人却纷纷选择定居内地的顺德 这让人感到十分不解 不过 从他们的言行举止以及日常聚会来看 他们确实将顺德这个地方当成了自己的家 4月22号 有一网友在社交网上晒出一组聚会 从曝光的视频中不难看出 聚会的地点确实位于顺德 与以往的聚会有所不同的是 这次聚会的主角并没有换人 但一人却换了两位 一位是十六姐 怨穷丹 一位是曾在内地当清洁工的李日朗 前段时间 刚刚完成隔离的怨穷丹 其实对内地市场看得十分透彻 出关之后 怨穷丹便马不停蹄地开始捞金 待到一起完毕之后 他就会再次回到香港 其实 怨穷丹的这份透彻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就曾亲自袒露 据其介绍 只要在香港有那么一点名气的艺人 如果北上捞金 那么不但会获得诸多关注 还会拥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虽然 此话听起来让人感到不舒服 但却足以说明内地娱乐行业的发达 以及香港娱乐行业的颓败 其实 除了怨穷丹将重心放在内地发展之外 还有很多艺人做出了此决定 包括吴启华 郑浩南等人 此举 可谓是一场大的变革 不仅可以内地的娱乐行业注入新力量 更是起到了进化的作用 毕竟 没有演技的小鲜肉太多 对于怨穷丹 我们大家都不陌生 还记得唐博湖点秋香里 风华绝代阿娜多姿的石榴姐吗 这里 小鲤鱼先给大家讲个故事 叶璇曾经在参加某综艺节目时爆料 自己年轻时曾遭受过一名前辈的欺负 叶璇称 此前与自己住在一起的胡姓儿 还问她入行时有没有被前辈欺负 结果两人都被同一前辈怨穷丹欺负 叶璇和胡姓儿当时抱怨怨穷丹对他们很不好 叶璇在出演封神榜的时候 怨穷丹演自己的婆婆 怨穷丹让她一遍一遍地去演 还把一些戏给删掉 非常严苛 可是 叶璇也表示 之前之所以会认为怨穷丹在欺负自己 实则是因为自己的层次不够 看错了而已 她后来才明白 如果没有怨穷丹的严苛 她就不会成长 怨穷丹的严格 实际上是为了她演技能够磨练得更好 叶璇后来自己拍《紫差奇缘》的时候 还专门请了怨穷丹出演了宁国公主一角 怨穷丹对演员的良苦用心令人敬佩 如今的怨穷丹事业成功 婚姻幸福 可谓人生赢家 但是 实际上她最初的梦想可不是做一名演员 而是当律师 但是 阴差扬错之下 怨穷丹却走上了演艺之路 当时 TVB到怨穷丹的学校拍摄一个宣传片 意外地拍到了人群中的怨穷丹 年轻时候的怨穷丹可是相当地吸引人 她的朋友看到怨穷丹上电视都说道 你长得这么好看 很适合当演员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当时的怨穷丹 父亲刚刚下岗 家里还有五个孩子要养 正是困难的时候 而演员又是出了名的挣钱的行业 于是 怨穷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就去了 TVB面试 面试时 因为没有准备 所以 怨穷丹不出意外地没有被选上 回到家后 怨穷丹好好准备了一番 又跑去亚式面试 这次怨穷丹如愿以偿地考上了 进入议员训练营 毕业之后 怨穷丹开始了自己的演艺道路 但现实和理想往往是有差距的 没有什么名气的怨穷丹在剧组根本没有人理她 服装要自己找 道具要自己准备 就连化妆也要自己来 更可气的是 竟然没有镜子 怨穷丹后来接受采访时也说 你没有名气时 什么东西都要跟别人合用 就连喝水用的杯子都要合用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怨穷丹跑龙套 一跑就是九年 那时候 怨穷丹还是清纯可人的玉女路线 但当时香港的玉女太多了 怨穷丹根本就看不到出头的机会 于是 怨穷丹一直在思考着转型 这时候 一个人看中了怨穷丹 这个人就是导演陈家上 陈家上带着他进入了电影行业 而他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周星驰主演的 武壮远苏启尔 怨穷丹在里面饰演妓怨龟婆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本来性格就大打咧咧 有小辣椒之称的怨穷丹 终于遇到了适合自己的角色 周星驰也很欣赏他的表演 于是就把他当成了御用的女配角 事业蒸蒸日上 爱情也双丰收 怨穷丹的第一任男朋友是一个富二代 两人在一起相恋了六年 那时候的怨穷丹还在跑龙套 一天 他跑去男朋友的家里找她 却恰好看到男朋友跟别的女人亲热 更可气的是 那个女人还是个有技术的女人 这把怨穷丹气坏了 之后就跟男朋友分手了 但是当时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而男朋友的妈妈也来找她说情 怨穷丹心一软 就又答应和好 但是没有多久 那个有技术的女人竟然打过来电话 说已经怀了他男朋友的孩子 怨穷丹彻底死心了 就此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段恋情 这次分手 给怨穷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令他一度对爱情产生了怀疑 而在这期间 一名富豪却对怨穷丹雄追不舍 直到怨穷丹过生日 富豪就送了他一套别墅 这样的生活换了别人不知道多开心呢 但是刚刚经历感情挫折的怨穷丹 不仅不开心 反而感觉整个人喘不过气来 所以 他趁着那个富豪出差谈生意的空档 就偷偷跑掉了 时间能抹去一切记忆 也能治愈一切伤痛 四年之后 怨穷丹终于遇到了 让他走进婚姻殿堂的男人 黄乃洋是香港有名的富豪 他对怨穷丹一见钟情 开始了浪漫而热烈的追求 经过三年的苦苦追求 终于打动了怨穷丹 两人于2004年在美国注册结婚 结婚之后 黄乃洋更加宠爱怨穷丹 他们没有孩子 黄乃洋就把他当成孩子一样宠 怨穷丹的脾气不好 具体怎么不好 请参考唐博虎点秋香里的十六节 黄乃洋就是处处迁就他 以至于后来怨穷丹受黄乃洋的影响 脾气都变好了很多 因为怨穷丹工作忙 黄乃洋周末的时候自己不出去玩 反而去陪怨穷丹的妈妈出去吃饭散心 怨穷丹的父亲不慎摔伤住院 也是黄乃洋一直陪在旁边照顾 怨穷丹的朋友都劝他 这么好的老公要好好珍惜 怨穷丹却豪迈地表示 没事他离不开我 也是生活中的黄乃洋 更依赖怨穷丹多点 每次出门 行李都是怨穷丹帮着收拾 家里的所有事都不用他操心 而每次他要关心怨穷丹 都会被不耐烦地回一句 我又不是小孩子 黄乃洋是香港有名的富商 怨穷丹在采访中 曝光和老公的合照 比怨穷丹大十岁的黄乃洋 气质优雅穿衣随意 与大众心中对于富商的刻板印象 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然而怨穷丹婚后 并没有选择吸引做家庭主妇 即便她是个豪门太太 却依然会为了角色需求多次伴仇 她更没有要求老公拿钱投资 让她成为光鲜亮丽的女主角 用怨穷丹的话来说 我是个演员 演什么不是演 观众喜欢看什么我就演什么 何必拘泥于外形戏份 但即便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认为怨穷丹傻 悠闲的阔太太不做 非要在演艺圈挣扎 还演那么多丑角 给老公丢人 难道女人婚后 非要做专业的家庭主妇吗 两人结婚16年 未生子嗣 怨穷丹则负责老公的起居饮食 她坦言 老公是一个十分随意的人 每天粗茶淡饭 对饮食近乎零要求 有时候 怨穷丹出差工作 工人姐姐就随意煮面给老公吃 一吃就是一个星期 有一条鱼吃四天 一包汤喝一个星期 老公也从来不会抱怨 不过 怨穷丹非常心疼老公 因此 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与其天天 让老公天天买面吃面 不如自己开工厂生产即食面 怨穷丹说干就干 一出手就投资百万 进军餐饮业 不管外界如何议论纷纷 黄乃洋却是十分支持妻子的决定 她不认为结婚后 女人就要成为附庸 也可以有自己的事业 兴趣爱好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13年了 黄乃洋依旧坚持自己这个观点 这让怨穷丹十分感动 一个男人为你买包买首饰 虽然可以说爱你 但能够为了你 站在很多人的对立面 那已经不是爱 而是致死不云了 祝福他们吧